醉酒醒来之后 我的室友拖着腮衣动不动地看着我 手里还拿着一段毛茸茸的东西 尾椎骨一阵苏麻 我我长尾巴拉 小猫咪 室友秋秋手指轻轻在尾巴上妈撒 一阵苏麻袭向脑内 我不由得夹紧双腿 秋秋笑音看向我你昨晚干嘛去了 说着用手拽了拽我的颈圈 我借力向前一挺还不是兼职 你知道的 我缺钱吗 那也不用这么拼吧 秋秋一脸坏笑 说着重重在尾巴尖一掐 一声银噩从我口中飞出 我红了脸赶忙站起了我要上厕所 昨天酒喝太多了 秋秋一脸玩味地看着我 最后看我红的脸都要滴血了 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尾巴 我会给你保守秘密的 但要点报酬不过分吧 神什么报酬 我炸毛般地说 先欠着 我躲进卫生间拉下裤子 终于确定尾巴是长在自己身上的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有些激动 难道我是天选之女 我要变异了 进化 这一定是进化 我坐在马桶上 思考了半天进化出一条尾巴 到底有什么高科技用途 最终在秋秋的催促中走了出来 秋秋正在换衣服 175的她又高又瘦 俐落的短发 尖靴的下颌 本身就是校园一道风景 而只有155的我 常被调侃是小学生 我从她纤细的脖梗 一路看到有着两个被窝的后腰 脸部油的有些泛红 看够没 我点点头 又马上摇摇头 坏秋秋老是逗我 可能是我懊恼的表情取悦了她 她走过来揉了揉我的发顶 你总是摸我头顶 我不会长高 我气鼓鼓的说 哈哈好的 小猫咪 秋秋大长腿一脉 几步走到门口 快点 小猫咪 早上的课要迟到了 我气鼓鼓的换个件 oversize的衣服 小心的把尾巴盘在小肚子上 这样应该看不出来了 马上就要放假了 很多同学都已经收拾东西走人了 我们寝室的秦司和刘翰娜 昨天白天就已经离笑了 不像我和秋秋 我俩一个舍不得车票钱 一个不想回家 今天上午的课 就是商量班级活动 没走的同学 可以在下午准备节目 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 我可能是早上没吃东西 有些胃痛 秋秋瞧见我不舒服 伸手在我小腹上揉了揉 痛筋 秋秋好看的眉头轻轻皱着 提前了 我无声地摇头 秋秋的手和我的不一样 总是很热 每次我痛筋时 她都充当人肉热饱 秋秋没明白我的意思 以为是我怕人看见害臊 她回头看了一下 没事 后面没人 说着把手又向下揉了揉 这是什么 她捏着我的尾巴 露出一抹坏笑 你没拿下去 她有些心疼的表情写在脸上 一直带着舒服 说着 她的手伸进了我的裙子 摸到了尾巴根的地方 我惊呼一声 你干什么